民进党嘉义县完全执政17年,年底村里长选举18乡镇市357个村里,全部658名登记参选人,没人用民进党籍,县党部主委林牧会昨天开记者会说,主因是村里长提名要缴4万元登记费,制作竞选团队文宣及制服,村里长选举靠人脉服务,与党籍无关, 并非外传民进党执政成绩差或小英总统民调下滑,宣布退党前立伟林国庆今晚开脸书直播,批林牧会说鬼话,林国庆说,357个村里全部658名参选人,没人用民进党籍参选,主委解释是因为要缴登记费,真的不会反省,民进党家县长期执政, 为何没有村里长参选人要拿民进党籍,如果有用,不要说4万元登记费,相信40万元都会拿出来,问题是民进党执政成绩差,大家骂,拿党籍反而对选情不利。 林国庆说,宣布退党或众多网友认同,他说,658名村里长候选人没有人登记民进党籍参选,希望全民觉醒从家县开始,不分蓝绿制抗能力,他选择当之孤单绿色乌鸦,希望每天哀鸣,能够唤醒审睡中的人,虽然麻木装睡,但他依然会每天提醒当政者, 莫忘初衷,苦民所苦,这段期间,他每天推掉所有电视通稿,就是希望分开不说恶言,顾及情缘,过些日子,他将代表底层无色声音大鸣大放,林国庆上月底开脸书直播,减党政退党说,垃圾不分蓝绿,拒绝垃圾落地,因为怕弄藏台湾这块前进的土地,今后不分蓝绿,只看能力。 退党不会参选县长,他没有那么权谋,同志再见,珍重再见,他说,民进党不缺他一人,他对民进党执政失望,身为党员抬不起头,不必等民进党开除,他主动退党,但仍寄望民进党为台湾好好打盘,退党后,我无党无派,轻松自在。 嘉义县无民进党村里长参选人,县党部主委林幕会说是因为要缴交提名登记费,宣布退党前立委林国庆今晚开脸书直播,批主委说鬼话。 记者卢永明翻订